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迷了 迷到六道里 六道里面血身受身 什么原因 还是感应 我们跟父母有缘 没有缘就没有感应 有缘就有感应 那佛说的有四种缘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过去不知道是哪一生 跟你有这四种缘 来了 来报恩的 小子先生 你不必要求他 自然就孝顺 为什么 过去你对他好吗 这一生来报他 这小孩很好叫 很听话 很孝顺 如果是抱怨的 这小孩也非常玲珑 聪明可爱 就是不听话 常常违背你 你要以后恩待他 他的怨会化解一些 如果你要对他很凶 不知道好好地交叉 那麻烦就很大 既恨在心 本来就有怨恨 本来就有怨恨 现在对他不好的时候 他更怨恨你 会搞得你家破人亡 他是来抱怨 你欠他的财产 你将来赚得再多 全是他的 他对你的照顾 物质生活 可能给你很 很简单 很少 能活得下去 就行 你能吃得饱 穿得暖 给个小房子 这杯风雨 够了 没有恭敬 这是什么 来讨债的 是讨债鬼 如果欠债欠的不太多 三岁五岁他就走了 要折了 那是讨的 逃满了 欠的太多的 培养他到大学毕业 博士学位拿到了 走了 他没赚钱 养活你 还他了 他走了 还债的 他来的时候 我刚才讲的 还债的 他能养活你 如果 如果欠的多 他对你的生活照顾 非常重要 没有孝顺性 没有恭敬性 如果欠的少的 他给你的照顾 就跟家里吓人一样 就跟家里吓人一样 我们见过 儿子做大官 有地位也 父母 不住在一起 住在另外一个小屋子里 有一个佣人 照顾他 生活非常简单 跟对待自己家人一样 一个月给他多少钱 生活费 很苦啊 所以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就这么四种关系 父子是这种关系 兄弟姐妹 也是这关系 亲戚朋友 还是这关系 懂得这个道理 这是六道里的理言 六道里面的杆跟印 真正搞明白了 要以真诚心 爱心 厚待别人 你厚待人 就是厚待自己 一点都不吃亏 一点都不吃亏 你能够学己为人 何时精神来世 就有人 他学生为你 古报嘛 所以 我们起心动念 心里就紧着 我起的什么心 说的什么话 怎么对待别人 知道将来人家 怎么对待我 丝毫都不差了 真正学佛了 不一样 学佛呢 借照佛法的 威神 加持 自己认真修修 把 这个 报恩报怨 统统改变了 改变是什么 同修办理 我们都是同修 把以前那个事情都化解了 告一段落化解了 一心一意在一起 同心 同德 修行 那目的呢 目的是不再搞六道能回来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